小孩肥茲茲都是媽媽的錯 因為她不愛吃蔬菜 然後有時候叫她吃個水果 她也不要 然後會有便秘的問題 就覺得好吧 那我總要打果汁給妳喝 打果汁有纖維啊 可是我有纖維 有啊... 這樣打到一杯像這樣子的果汁 就很少啊 對 不是很多 這樣大概至少要六克 就是二到八顆的柳丁汁 就是唇去壓出來 那這樣子的話大概360克 就大概一碗半多的飯量 對 孩子過胖了嗎 到底怎麼看 113公分 30公斤 才四歲 30公斤 我女兒現在是小四啊 十歲了 還不到30公斤耶 她看起來好瘦 妳女兒很瘦 我女兒也是這個身高 18太瘦了 我這個都講得出來 四歲 找四 對 然後往上拉 23.5 23.5在這裡 男性有錢喔 沒胖 想不到這樣也會變胖 我一次評估一個小朋友 評估了很半天 我就想說妳到底在胖什麼 因為她是小學六年級 然後八十幾公斤 然後我一直後來評估到最後 我才發現原來她把牛奶當水喝 她一天可以喝兩公升的價格 太多了 對 我們很多... 就給大家一個觀念 就是小朋友可以喝牛奶 但是牛奶大概一天就最多 就不要再更多了 多對他們來講 其實是一個增加腎臟的負擔 對 所以體重也不好 沒錯 解除孩子過胖危機 如何有效又不傷孩子自尊心 精采內容千萬別錯過喔 那小孩子變胖這個問題喔 我覺得好像從...你看 從07年到11年來講好了 根據這個大家在研究喔 大概平均有四個學生孩子裡面呢 大概就有一個它就比較過重喔 那男孩子更嚴重 男孩子大概是三個裡面 就有一個比較胖 而且呢 就有一句話是這麼流傳的喔 有沒有 二十八什麼呢 二十八公斤 二十八公斤 一天一杯真奶 一年就增加二十八公斤 太可怕了 可是問題是不只喝真奶啊 你就很離譜的是喔 之前有一個調查說 在台北有一個很精英的國中喔 對 營養午餐喔 應該會有營養師的諮詢之類的 但沒有想到 你看看喔 這所國中八天裡頭 就有五樣是炸的東西 那是薯條啊 炸雞啊 豬排啊 炸的東西我們都知道對孩子不好 而且那麼油 怎麼可能讓孩子瘦得下來呢 所以如果這些因素都 通通加種在一起的話 這句話就要改了 一天一枕奶 你一定要配炸雞薯條 還叫炸雞加薯條 有套餐的 很可愛啊 好 但是呢 怎麼樣才算是胖喔 其實可能在我們父母的眼裡 標準不見得大家都一樣對不對 對 我們一開始先來 稍微的調查一下 來瞭解一下 對於小孩子胖 有人說 小時候胖不是胖 因為為了要他將來抽高 長高 所以胖一點 我們是來積蓄他的能量 有這樣的說法 所以認同這個說法的 請舉圈 分兩拍 前面全插 後面全插 奇怪了 絕對不是... 小時候胖就是胖 對 真的嗎 可是我也看過那種小孩喔 他小時候是真的 一直到國中 真的就是胖 可是後來喔 他一國中過了之後 整個抽高 Model耶 當然這種例子不法 太多了 我們身邊很多的那個朋友 女兒就突然間 女大十八變 可是這個變的過程 你到底有沒有 真的仔細去了解配套 我發現有配套 我們都只知道 小時候胖有沒有 你才有本錢啊 因為要拉高用的 錯了 後來我發現很多那種 你說變模特兒的你知道嗎 他們開始不吃一些 垃圾的東西了 他們開始運動了 其實有很多上桌我們不知道耶 就是最怕的是那種 他拉高了 還是胖 像熊一樣 你很可愛的胖 他一樣拉高 可是他還是胖啊 像熊一樣 很可憐耶 如果又是女兒的話 對啊 真的 所以小時候胖 到底是不是胖 來 營養師 小時候胖 長大真的還是胖 真的喔 真的喔 對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 決定一個胖的程度 大概三歲 因為三歲以後 他就會開始拉高 再接下來一個程度 就是六歲 為什麼 應該是七歲 因為七歲以後 小朋友就會去上 小學一年級 你會發現小學一年級以後 活動量會少很多 所以有些孩子就會忽然又會胖很多 所以再來就是我們小時候的胖 胖的是肥胖細胞 就假設比如說 他有十個 然後結果我小時候胖 我有二十個 以後長大我雖然瘦了 可是因為我有二十個肥胖細胞 我隨便只要吃一點點 我都會比較容易胖 所以 對 那肥胖細胞的數量多寡 是生下來就註定了是不是 生下來天生有個數量 可是他會隨著你 有一個就是你成長期 就是幼兒的時候成長期 青春期 然後這個時候都會跟著大 那你之後像我們成年人好了 我們的數量不會再改變了 我們只是說這個肥胖細胞有小的 會被我們撐到大這樣子 可是數量是一樣的 對 所以小時候的胖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尤其是我們親愛的爺爺奶奶們 一定要注意 就是不要把我們的孫子 養得太肥太胖 那真的對他們來講不好的 但問題今天來到現場的藝人的小孩 還來得及嗎 甄莉先來好不好 因為你們家最代表 我們家真的代表好不好 超可愛的 SKY 四歲 你看 超可愛 超級浮像 有沒有人這麼小 就長著一副總裁臉 有... 賴公司長的樣子 對 財神爺 113公分 30公斤 才四歲 30公斤 我女兒現在是小四 十歲了 還不到30公斤 她看起來好瘦喔 妳女兒很瘦 我兒子也是這個身高 但她才十八公斤 十八太瘦了 我真的不要講實話 妳那個是太瘦了 對 我們真的是正常的 我家的兒子也是四歲 才十九公斤 我們是正常體位 對 妳不能用妳兒子的標準來衡量 所以都覺得別人瘦對不對 那相較的姐姐 妳把希望放在她身上嘛 對不對 對... 9歲 140公分 算高喔 正常的 39公斤 Marine喔 真的 我女兒十一歲 然後呢一百五十三公分 高 算高嗎 算啊 十一歲 才小五耶 真的 可是五十三公斤 請看公斤 臭喔 她竹竹比亞蘭胖了八公斤 Oh my God 妳一定要這樣 我跟你講 她都比我胖了 我覺得是媽媽就一直企圖的 要說自己身材有多好 沒有... 我一直想要表達這個 我是要強調她太差了 然後最近我們真的母女差一點 就是絕臉 就翻臉 為什麼 因為她放個暑假回去 然後她們重新量身高跟體重 她呢有一天放學回來 她非常驕傲告訴我 媽媽 我長高了 我突破一百五了 我說真的喔 開心喔 對... 一百五十三 我說讚... 那體重呢 媽媽很快喔 我也突破了 沒有 媽媽 我還是差不多原來的公斤數 然後我就說五十三 那我說妳有什麼好高興的 她說我變高了 我說那妳還是很胖啊 我變高了 我說妳還是很胖 就這樣子來回回 後來她就不理我了 然後我跟她講 所以喔 但是這個年紀的小孩啦 我現在很茫然 待會問專家 結果我就這樣講完 隔沒幾天我發現她的 因為現在吃營養午餐嘛 自己帶餐具 餐具連動都沒動 是啦 乾淨 她乾脆給我結實耶 有陰影在裡面 怎麼辦 因為妳這樣雞他 可是她真的很飛 而且BMI 22.6 22.6耶 3.5啦 快追上Sky 加油... 真的 加油 麗婷 好一點吧 最值得哄心的一組耶 對啊 這個... 妳這根本不胖啊 對啊 妳睡三個月 85公分 11公斤 BMI 15.2 妳是對照組就對了 來賓通告費的喔 真的 沒有 因為她小時候出生很驚人 小時候出生多少 他4千120 好大肌 龍腫 好 所以後來就 疑似是有抽高的時候 就開始有這樣 臉越來越減 對 BMI 15.2 對不對 好 滿標準的 但是喔 這個我們想請教一下 到底是看公斤 還是看BMI對不對 這個肥胖的標準到底是什麼 有一個數字可以來做參考嗎 大家知道BMI怎麼算嗎 就是那個公斤 然後除以那個身高 但是以公尺來算 所以我們以Sky來取力的話 30公斤 去除以1.13 再除1.13 又要除兩次了 身高 公尺單位的平方 那又是除以0.85嗎 對 11除以0.85 對 0.85的量 兩次要除兩次 對 那就是會達到我們這個紅色的數字 男生 女生 不同年齡層 你的BMI值是多少 他會有定義 不過 你這邊是從兩歲開始 對 所以兩歲以下不重視這個 兩歲以下我們 基本上是看他的身高的百分比 體重的百分比 那譬如說像 莉婷 像莉婷她的那個 可能就沒有辦法 從那個表上看到 可是她的那個體重大概是 剛剛我們的營養師有查表 大概15到85% 所以那個算是很正常的 對 那如果老人家你們覺得 就是家裡的阿公阿嬤 你們覺得眼花老花也看不清楚的話 其實你可以有一個比較簡單 也是一樣 你在俄科醫學網上 或是美國俄科醫學網上 你可以找到這樣的一個圖 這樣比較簡單一點有沒有 這很簡單嗎 這很簡單嗎 我覺得剛剛那個比較簡單 你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比較難 剛剛那個比較難 這邊是BMI值 對 這邊是年齡 所以譬如說 好 這個是蓋 四歲 早四 然後它的BMI是23.5 23.5在這裡 男女有胖嗎 男女有胖嗎 這個比較籠統一點 把男生女生混在一起 但是你可以看到 她不管男生女生 她都很慘 然後在紅色這一區 肥胖 那剛剛看到這個Phoebe 她是9歲對不對 9歲 那她的BMI是多少 19.9 所以待在這個位置 所以她是在過重 但是她還沒有到肥胖 對 那文婉的小孩是11歲對不對 那她就落到這個地方 OK 所以今天比較遠 11歲 不是 可是她還沒到肥胖啊 對 因為我以為她會肥胖耶 53公斤 11歲耶 你要鼓勵你女兒來 對 真的嗎 妳說沒關係 女兒 妳再吃沒有關係 那也太多了 但她吃少一點 可是我就覺得說 我應該要怎麼樣去調整 她的量 然後再來就是每一餐... 那不能說我兩餐不吃 她現在有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她早餐不吃 然後中餐 因為我沒有辦法控制她 然後我就只能看便當 回來是乾淨 我覺得她又沒吃 結果晚餐回來她就開始了 這就是影響了 就四點多就吃一餐 然後七點多 八點她又餓了 待會兒我們想辦法來幫妳忙 好不好 看看該怎麼做比較好 對 不能找得這麼漂亮 跟她媽媽一樣 有什麼用意 很強的 這個人 趕快請她一點 不要領通告費回去 妳今天來都只是講自己身材好 自己漂亮 妳有沒有關心女兒 有... 我們還是要讓妳心情壓抑一下 不要讓妳過度興奮 我們要告訴妳 如果小孩子過胖 怎麼辦 現在怎麼辦 會有什麼疾病 比較正常的 這個要留意一下好不好 好 很多人 就已經剛剛講了 有些人以為小時候胖不是胖 然後我跟妳講 小時候胖將來會有什麼大的問題 第一個是她心血管疾病的機率 會比人家高 妳會發現小時候胖的人 她即便到了成年人 她的這個糖尿病啊 或是心臟病高血液的機率 都比人家高二到三倍 所以小時候妳有這個因子 長大當然就會有這個因子 第二個是很直接的 就是骨頭負擔會過重 所以你知道 美國有那種超級大胖子 那種小胖子 就是說他們年齡小 但是體重很重 他們常常會骨頭會脫尾 對 就是他們的骨 因為整個骨頭不足 哪裡的骨頭 下肢 下肢 對 它就是會脫尾 或者是彎曲 因為就是承受不了 那黃醫師我有個問題要請教 因為我女兒她常跟我講說 她膝蓋很痛 她受不了 這個體重會嗎 事實上有可能 對 有可能 沒有 妳要先回去 先跟老師 你們先確認她發生的時間點 什麼時候痛 因為有時候像我們遇到小朋友 就是這樣的體重之後了 她其實她只要一旦 隨便的一個跑步 她就會容易痛 是因為她本身肌力不夠強 對 她本身肌力不夠強 去做這個強迫性 比較大的運動的時候 有氧性的運動 她其實她的膝蓋真的會痛 那這時候就要跟老 家長一定要出面 跟老師說 說那我們可以相對 就是一樣讓她跑步 但是是用走的走路 這樣子 你會發現小朋友的肌力 是很容易訓練的 她可能過個三個月 她接下來就可以跑了 就不會有這個痛 那如果自知不理會怎麼樣 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項就是呼吸道 阻塞就是氣喘 你會發現有三層肥胖的孩子 都有氣喘 這是惡性循環 因為她剛剛講她運動 她會痛 所以她就不運動 不運動之後 她如果有過敏體脂 她氣喘就會變嚴重 變嚴重之後 她又更不運動 然後就一直下去 一直下去 所以這些孩子可能會有 除了氣喘之外 她會有睡眠中止 因為她太胖了 睡眠睡不好 那等等很多問題 然後最後還有一個 是肝臟的這個肝 肢脂肪肝或等等 所以小朋友的胖 這件事情真的 像在台灣 目前大家還沒有很重視 但是在美國 已經發現這是很糟糕的事情 因為他們會花掉 他們非常非常多醫療資源 都在針對一個孩子肥胖 所造成的一些後遺症 好 所以呢 孩子變胖 我們要找原因出來 我們要大檢閱一下 好不好 來 首先第一個 第一個原因可能是 食量大到快破產 到底是能裝多少 這個應該是針對... 針命的吧 對 我老公都說 快被他們兩個吃垮了 吃垮了 難怪老公一直在帶垮 食量很大很大嗎 其實還滿大的 因為像我兒子 他可以吃一個大人的便當 然後吃完 吃光光 然後還在吃我的便當的一半的飯 吃蓋耶 那可是他有時候還會吃到就是 吃吃 我說你幹嘛 他說我不舒服 他要去吐 太早了 吃太多了 有可能 吃到吐 你知道嗎 就是一直吃一直在吃 他沒有辦法控制 所以現在我就是會有特別的 去要求他 就是可能一餐不要吃太多 那像在學校我就有說 跟老師講說 因為他吃 希望他運動 就是多運動一下 就叫老師 老師叫他去可能跑個操場啊 帶他運動 然後老師就回來跟我講說 你覺得還要再給他跑嗎 又來又再吃 然後又再繼續吃 對 我女兒我覺得要這個公斤 不是平白得來的啊 我跟你講他真的很會吃 有時候我們這樣子 大家就是朋友聚餐喔 他可以吃他的吃碗 他還會看著我的那一份 然後就說媽媽 你要留一半給我喔 我當然知道 對 壓力好大喔 然後再來他要喝飲料 然後他要都很完整喔 一個set很完整 然後再加甜點 很厲害 很誇張 那那個水餃啊 我們一般都說正常的水餃嘛 我跟你講正常的水餃 它可以吃到十五六顆 怎麼可能 真的 我不願意 真的 十五六顆連我都覺得 稍微撐了耶 還好 我我也覺得剛好 我可以撐了耶 所以你完全了解我的 完全了解Marie的感覺 OK 你們根本就無底洞嘛 真的喔 然後有時候她跟我說 媽媽 我覺得這樣好像 還不太瘋 我幫我叫個炸醬麵 炸醬麵 它可以再吃掉半碗 對 可是其實我晚的孩子 是正常的食量 她這個年齡是正常的食量 媽媽是你吃得太少 真的 她這個食量 如果你真的希望幫她 就是打一個九折 譬如說你的水餃 本來是十五顆 變成十二顆 這樣就可以了 真的假的 她真的是正常的量 可是她從小吃完 還要再吃炸醬麵半碗 對 然後再來是她選的東西 因為第一個你選的都是水餃 炸醬麵 義大利麵 你知道那些都是混合類的 都是屬於高熱量的東西 可是她的食量 就一個這樣的年紀 到青春期真的算正常 但是每一種年齡的小孩 我們都要關切 綠婷一歲三個月 我好怕你們不跟我互動 不會 不要擔心 對啊 你這樣 我們全部要關切一下 所以你的小孩 那個食量可以大到什麼程度 我先問一個問題 好 就是食量這件事 是會遺傳的嗎 對啊 一定會 食量會遺傳 那就是我害到她 因為我超會吃 妳會吃 你知道那胡鬚章那時候剛開 她有那種新店分店剛開 她都會在外面貼說飯免費 然後我就進去點一盤青菜 可是我可以點八碗飯 那為什麼妳不胖 運代謝 我覺得她是代謝代謝 可是我這幾年有常在二國 因為生完小孩 真的沒有時間運動 我就有開始有點點胖 妳現在哪有胖啊 妳看她的腳就很想揍她 對 她那個嬌啊 我以前就是被颱風就是牽制的那種 我現在可以抗了 現在可以抗到多強了 我怎麼有 我就在想說我兒子的食量 是不是被我影響 因為她就是像現在她這個歲數 差不多三四個小時 我會為她吃吃稀飯 譬如說九點要睡覺 她七點半才吃那一碗稀飯 那睡前我會讓她喝那個睡前奶 我都泡一百八 她也是可以喝光 一百八滿多的耶 而且之中她有吃嬰兒餅乾 然後養樂多 妳給她 她會 用生命 妳就是要阻止她 妳要先喝一半 然後再給她 她會把剩下來喝光 妳不能全部給她 妳給她什麼樣都照單 妳就這樣跟老公聊個天 她一轉頭就沒了 插播一下 我覺得多多 我不是...我個人的經驗 我覺得多多真的可以少喝就少喝 因為我覺得有一段 我女兒會後來很胖對不對 到今天這個成果 大部分其實有時候是多多 因為我那時候一直覺得說 她好像有點肉肉 然後呢上廁所不是很OK 就喝那個...就是那個酵母菌嘛 多多 越喝越胖 因為她好甜 我是不願她喝都是我老公 因為你知道男生不太會知道說 要怎麼讓小孩停止 因為我們會想要講道理給她聽 她就會說 買多多好不好 有一種那時候她才會 好 她就好就聽話 她就覺得這樣是一個有用方法 所以就三不五時就多多 好會胖喔 但是我覺得小孩子 她對於吃這些事情 她是停不下來的 那醫生可以回答我 胃會被稱大嗎 一個食物到你身體裡面 其實有四個步驟 第一個我們只講到第一個吃進去 跟最後一個消耗掉的嘛 我剛剛講運動消耗掉 可是中間還有第二個步驟 就是你吃到肚子裡 你吸收了多少 很多人吃得多拉得多 進去一百拉到九十 他其實身體沒吸收到多少 第三個就是剛剛講新陳代謝 你吸收到身體裡面 你利用了多少 很多人他進去身體利用率很高 所以他都是肌肉都很強健 然後他其實代謝很快 那但是到我們這個中年以後 我們的代謝就變慢 我們利用率變差了 所以就一直囤積在我們身體裡面 變成脂肪 然後最後一個才是消耗 所以除了頭尾之外 中間這兩個有一點點 跟你吃的飲食有關 當然也有跟你的基因有關係 所以一個回答剛剛的問題 很多小孩子吃吃吃吃 然後好像都無止盡的這樣吃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我大概可以歸他四個邏輯 第一個就是他小時候被制約了 因為從小大家媽媽就跟他說 吃完吃光吃完吃光 他很乖很聽話 所以今天每次來什麼東西 他就把它乾杯 然後晚上吃得乾乾淨淨 然後看我全部吃光光 以前我真的有一個同學 他就是那個制約到現在還在 他出去外面吃 他要把那個盤子舔乾淨 然後他就覺得很滿足 沒有人逼他 但他覺得很滿足 好像覺得他從小 就被這樣要求 超棒的 所以這畫面有點熟悉 所以這是第一個 就是他可能被媽媽制約了 第二個就是剛剛講 吃的東西裡面 你裡面那些香料啊 那些肉精啊什麼 是不是會勾引你 讓你越吃越多 之前我們不是節目上 有做那個煎牛排的實驗嗎 用那個怎麼家裡媽媽煎的牛排 怎麼跟外面味道聞起來都不一樣 對 所以你說 對你說同樣兩塊牛肉 你怎麼處理 會決定這孩子攝取的熱量 他可能吃一堆 媽媽那個就吃半塊 媽媽我吃 那你意思就是說 我們盡量做難吃一點嗎 這是有可能的 對不對 這個方法 反過來講 有沒有在聽啊 其實你知道嗎 我們家東西 我兒子你不要這樣看 他這麼胖 其實他還滿挑食的耶 他有挑食的耶 他真的挑食 他就專挑飯跟肉吃啊 他已經挑食過後的結果 是這樣 對 因為他就專吃肉啊 然後不然就是吃那個飯 然後膠什麼菜汁啊幹嘛 去醬汁啊 這種口味啦 對 所以那個香料 我剛剛認為第二個 讓你覺得孩子好像無底洞 第二個原因 那第三個就是 吃 暴飲 吃太快了 有些小孩子 暴飲暴死 結果他腦袋的那個 保食中樞 根本還沒有感受 所以他在那個很短的時間 他已經吃了 他平常過量了 就是吃太快 所以我們小朋友 吃快點 吃快點 沒有 細腳慢咽 對不對 這個大家都了解 那最後一個就是 那等一下 這個問題 我有 我可以提問嗎 好 請說 好 我也有這個觀念啦 所以我就告訴我女兒說 你要慢慢的吃 然後要少量多餐 然後就是飯桌嘛 然後吃一吃呢 他就說 他就停下來了 他說我飽了 我說你飽啦 那OK 那我收一收囉 他說等一下 讓我休息一下 我再吃 那我就心裡想說 那少量多餐 那我不應該... 他這樣是正確的嘛 好 那你過一會兒再吃 他就這樣待會兒... 他可以吃大概三四個鐘頭 我真的講真的喔 然後到最後一個結尾 他就講說 媽媽 我覺得好像不太夠 你可不可以再去幫我弄一個麵 所以我現在不懂了 就說那我到底要... 你一口氣 然後我最近執行一個 我就說Marine 我告訴你 你就這個時間 就你吃飯的時間 你就一次把它搞定 吃飽了 接下來沒了... 對 因為我發現 無窮無盡耶 對 現在我規定 我女兒就是吃東西 你要攪三十下才可以吞下去 因為我們家吃飯 也是吃很快 所以我就說開始算 他吃飯就旁邊算... 好 可以吞下去了 這樣以後長大 他的心裡可能會不太舒服 沒有...可是因為這樣子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就是在那一餐飯 他可能會吃稍微久一點 可是他吃完之後 他知道家裡現在是什麼都沒有了 我們家現在既沒有零食 也沒有麵包 早餐就是早上才買 或是早上才做麵包 就是都找到一個對付好的方法 對 然後就是打開抽屜 如果看到泡麵 一律都是辣的 他們也不吃過 沒有... 就是辣的 就是這樣喔 因為最後只能變成這樣子 因為我的時候我半夜會餓 可是變成我也不能吃零食的 其實喔 少量多餐 絕對不適合減重 因為大家不是營養師 沒有辦法精算每一次的少量 是多少量 所以最後我都會跟你們講 就是吃飽正餐 你就不要再吃零食 可以吃零食 但是你要跟小朋友溝通 小朋友其實到了一定年紀 是可以溝通的 真的喔 那會把正餐當零食怎麼辦 沒有 吃完正餐後 立刻吃點心 譬如說他今天以前有四樣 愛吃的點心 可是你就給他一個容許度 因為他有時候不可能從 每一天都有 變成一個禮拜都沒有 不可能 但是你可以把頻率下降 那你可以跟他溝通 譬如說你吃完這個正餐 我就給你吃多少的零食 但是那零食的量 是可以打折的 但是你就是那個正餐吃完以後 到了下一個正餐 是沒有再點心 點心就是跟著你吃完正餐後 立刻吃 不是什麼三點啊 四點不需要 你就是正餐吃完以後 然後他就接下來 他就是正常的休息啦 要不然一直吃東西 一直沒有辦法休息這樣子 而且剛剛其實那個 我營養師有講一個很重點 就是其實我們一般人 很少去算他的熱量 對啊 所以我要講一個研究 就是有些人在減中的過程當中 他們發現說 在下午的時候 如果那個孩子 有吃健康的零食 不是零食啦 應該說健康的點心 他其實晚上那一餐 比較不會吃那麼多 所以他用量整天去算起來 他發現做了一個點心 他整天的總熱量是降低的 這樣就OK 那你就達到你剛剛講的效果 雖然他是少量多餐 但總熱量是比一次 吃一大堆還要好 所以這是一個方法 但是你就要去算 你不能說下午給他點心 就點心熱量又超高 然後到晚上 他又開始再吃一輪 那你最後變成四餐 那熱量又比之前三餐還要多 那就粉末導致了 會有讓他們兩個跑步 然後跑步的時候 就跟他講說你跑五分鐘 你看這個是卡洛里 所以你消耗多 那姊姊就在意了 所以現在吃東西 姊姊會看卡洛里 對 弟弟也會 那弟弟是用就是 你再吃 我就叫你去跑 你就夠跑 進去... 然後他一定呢 要跑十分鐘他就... 好... 所以這幾種方法以外 其實應該再總結 那個營養師 還有什麼方法 譬如說 有人說牛奶不要當水喝 對 其實有時候我們看 就是我一次評估一個小朋友 評估老人半天 我就想說你到底在胖什麼 因為他是小學六年級 然後八十幾公斤 然後我一直後來評估到最後 我才發現原來他把牛奶當水喝 他一天可以喝家庭號 家庭號是兩公升嘛 他一天可以喝兩公升的家庭號 太多了 所以就是我們很多 就給大家一個觀念 就是小朋友可以喝牛奶 但是牛奶大概一天 就最多五百CC啦 就不要再更多了 多對他們來講 其實是一個增加腎臟負擔 對於體重也不好 那還有哪些點心的原則 就是如果要準備的話 好 如果要準備點心 就是其實點心就是一個 點心不影響正餐 所以點心基本上是在正餐的 百分之十的熱量 那如果小朋友算多一點 一千八百卡 一個點心其實只有180卡 180卡 其實往往我們都會多給 比如說像有時候 我們會給一個波羅麵包 因為有時候他們下課後的那個 課後的 那特別餓 對 然後他們就會給一個 波羅麵包 其實那個大概都可能 接近五百卡的熱量 所以重點就是 那像一片蔥牛餅 可能大概三百多卡 所以就是重點就是 點心給太多 那如果你要給這麼多的點心 沒關係 但是小朋友的下課後的活動 應該是有一個運動的活動 而不是像現在很多 大家都是被 只是從學校接到安親班 然後只是從學校做的 然後到安親班繼續做的 那這樣的型態 就沒有辦法消耗 那個多餘的點心的熱量 所以點心就是 要嘛就是精挑細選 比如說就是跟安親班討論 就是用水果代替 那要嘛就是你自己父母 可能在比如說八點以後 再帶小朋友去走一圈 操場動一動散步散步 消耗那個多餘的熱量 就可以了 好 所以如果大家如果 如果還不怕的話 蘇琴講一個吃得很過量 然後他的肥胖很嚴重 這個案例來 我先講有一種啊 他其實是因為 他是一種疾病 剛才除了說食物很好吃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原因之外 其實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那個秦慧珠市議員的小孩 牛牛 牛牛小時候就是這樣 牛牛小時候的食量 有大家多驚人 是議員必須把那個冰箱 用鐵鏈鎖起來 因為他如果不鎖起來 他自己會去開冰箱 而且他們會為了吃騙人喔 比如說他去學校對不對 明明媽媽 已經給他吃過早餐 他會跟老師說 媽媽沒有跟他吃早餐 比如說他去騙早餐吃 然後甚至有些這樣的小朋友 他會去騙同學說 那你也不知道給我什麼 就是到處吃騙 怎麼樣都吃不飽 老師覺得這孩子怎麼了 家裡是虐待他嗎 怎麼都沒有吃東西的感覺 後來才發現他們生病了 像他那種就是小胖威力症 然後就有一些小朋友 他是真的失控到 就會去騙吃的騙什麼 然後甚至這種半夜 他借起來挖冰箱 沒有限制的吃 那他真的生病了 可是另外一類是現在 比較常見的就是說 因為 之前有一個才國中二年級的 小男生 他那一次 有一次因為他肚子非常非常痛 痛到快昏倒送醫院 就發現他是急性胰臟炎 急性胰臟炎 後來他發現那小朋友 所有的指標都破表 他其實已經有糖尿病了 然後他體重 他才一百... 他才一百多公分 一百三十幾公分 可是他也是已經有八十公斤 一百四十幾公分 他非常非常的胖 然後他所有的三高什麼 除了血壓不知道怎麼可以量 所有都破表 然後想說這小朋友 怎麼會這麼胖 才發現他其實是 就是隔代教養 因為就是帶去給阿嬤公代 那只有那個寶貝 所以他非常... 只要他願意吃都能吃 所以他國二 急性移臟炎重異 而且那個時候 就已經糖尿病了 所以這個要小心一點 後果是很嚴重的 好 所以呢 這個是食量太大的 那第二種呢 說是吃不多 但還是怕 到底吃了些什麼呢 吃不多了還是會怕 黃醫師 怎麼可能會有這個狀況 我們剛剛說 有四個原則嘛 進去的食量 然後吸收 然後代謝 然後消耗 所以你吃不多 後面都不多 譬如說你今天吃了量很少 可是你吸收超好的 全部十個九個都吸收了 然後呢 他又代謝很少 身體本來就易胖體質 然後再加上不太運動 當然還是會胖 代謝的能力快慢 也是遺傳的嗎 跟遺傳跟年齡 跟性別有關係 都有關喔 像剛剛講的那個小胖威力 所以這個很有趣喔 小胖威力的基因 是父親決定的 是父親決定的 所以這個就可以引申 就發現有研究說 爸爸胖 小孩比較胖 因為這個基因是父親決定 就是其中一個啦 可是我們家爸爸不胖啊 對 不是百分之百啦 就是說父親有決定這樣 真的吃太多了 我們家爸爸真的不胖耶 所以你剛剛問的問題說 這個代謝能力有沒有影響 當然有 像這個基因就有影響 所以說我想這個 當你再說你吃不多 怎麼還是胖的時候 趕快找營養師 對啊 因為很多是內容吧 告訴說你看吃進去的卡 雖然不多 可是你消耗才這樣 那大概是沒有辦法 有哪些東西可能 我真的吃不多 但是就是很容易胖呢 其實還有一個東西 叫做 而且有些媽媽很勤勞 自己會打果汁 那就是我 妳還敢說 對 是妳害 所以是妳害的 妳真的去打 一杯柳橙汁要打幾顆 你知道媽多難做 因為她不愛吃蔬菜 然後有時候叫她吃個水果 她也不要 然後會有便秘的問題 就覺得好吧 那我總要打果汁給妳喝 可是... 可是我有纖維 有啊... 可是我就發現說 就過了一段時間 像她前陣子 我還幫她晚餐 所以這個就... 有一點... 因為她受不了 所以打果汁這個事情 還是要留意啦 對... 那再來 果汁熱量 然後再來還有一種 類似也是這樣果汁 叫做 糯泥牛奶 木瓜牛奶 不過最經典的是 有一次有一個阿嬤 來跟我講說 她的孫子為什麼 在一個暑假 就胖了十公斤 然後我最後聽... 我就說阿嬤 妳每一天都喝一杯 酪梨牛奶 她說對啊 因為剛好是夏天嘛 夏天的季節就是酪梨 所以她就是 喝了一個月的 只有一個月而已 她就胖了十公斤 就是因為酪梨牛奶 酪梨牛奶 那一杯的熱量有多少 大概至少有五百卡 而且要看妳酪梨的 那個用量的程度 然後而且在酪梨牛奶 妳一定會加糖 或加蜂蜜 還有人會加小腿冰淇淋 對 所以妳要看它夾 原來還可以加小腿冰淇淋 好 對... 妳不需要試對不對 妳那個臉 那果汁呢 果汁的話如果一般 我們看像這樣子的一杯 像打到一杯像這樣子的果汁 就很少喔 對 不是很多 這樣大概至少要六顆 到八顆的柳丁汁 就是純去壓出來 那這樣子的話大概三百六十卡 就大概一碗半多的飯量 對 所以就是妳莫名其妙 已經吃了一碗半的這個 飯的量了 所以其實像這一種前提 就是妳可能吃的東西 內容物是什麼 對 那有可能就是吃不多 但是其實她是吃錯了這樣 對 其實現在還有另外一種型態 就是我們之前會認為喝牛奶嘛 就很健康 可是現在有一些人 認為牛奶不健康 所以就不敢給小孩子喝牛奶 就改成喝豆漿 所以我當時遇到一個三歲的小孩 一天喝一千CC的豆漿 而且是自己打的豆漿 那自己打的豆漿的熱量 那個又比外面更高 很濃喔 而且所以就是變成 有一些小朋友會細早收 就算她不加糖也是熱量高 對... 不加糖也是熱量高 她就算是熱舞 對 她就是蛋白質 對 而且妳知道嗎 我們剛剛講說吃不多 我要強調 我不是一個擺爛的媽媽 我是有方法的 那包括打果汁 所以有方法可能不對 你知道嗎 真的 後來你知道嗎 她晚上呢 她已經不吃宵夜了 那我就控制她 就是我剛剛講到 妳這個時間 妳該吃東西的時候吃東西 所以她也沒有零嘴耶 像洋芋片什麼 她在家是沒有的 那很奇怪 她也不吃了 這很長一段時間 可是她有一個問題 她是很愛喝湯 喝湯 她超愛喝湯 比方說我燉一鍋 因為我很喜歡煲湯嘛 自己煲湯 那她可以喔 比方說我回家之後 發現那鍋湯 滿滿的一大鍋 我是只大鍋 剩下三分之一 會影響嗎 湯可以嗎 湯要看妳喝什麼湯啦 如果說像妳喝 像比較勾芡類的東西 酸辣湯也可以勾芡 有些人不勾芡 我不勾芡啦 那如果勾芡相對熱量就是高 那再來就是 如果說排骨湯 雞湯 你會發現有個共同特性 就是妳那個雞皮 就算扒掉了以後 妳去煮湯 妳會發現還是有油 有 排骨妳就算汆燙後 妳去煮湯它還是有油 那也許它的熱量 沒有特別高 可是它的 那飽和脂肪高了 就會促進我們的性荷爾蒙 是會提早成熟的 對 所以有時候喝 那跟胖有關嗎 它還是會有一些關係 對 那所以就會變成就是 喝湯本身的就是 它除非是很瘦弱 妳要多給它包一點湯 其實如果說它營養已經夠了 這個包湯對它來講 是沒有那個意義啦 對 那如果它硬是要喝湯 可以喝什麼湯呢 如果它真的要喝湯 我會建議像妳剛才說 蘿蔔白骨湯對不對 我們會建議的是 蘿蔔是多的 假設一鍋湯裡頭 應該三分之二是蘿蔔 三分之一是排骨 排骨不是重點 沒有 蘿蔔才是重點 我告訴妳這種方法 這種這麼 一下就被吸破了 沒有 一次不是 就可以發現 排骨全部都吃光了 然後就剩一次 剩下蘿蔔 好 所以它是有隱性的 妳看不到的一面 再來第三點 第三點 飲食運動都控制 誰害我家小孩胖 多有控制的還有可能嗎 黃醫師 真的有在控制嗎 其實這個就是這些 英國跟美國 他們在做兒童肥胖控制 遇到的困難 就說一直宣導 運動 運動 健康飲食啊 然後只有全國肥胖小孩 是一樣多 所以他們就發現 後來他們發現我一直講破嘴 都沒有用 我覺得他們覺得宣導上 可能有一些困難 所以他們決定去改變 一些生活習慣 譬如說他們開始宣導說 睡眠要充足 睡眠充足很重要 當然很重要 因為孩子睡眠充足 他的代謝就會快 而且你花時間在睡覺 你就不會花時間在吃東西 吃東西 我們大家都有熬夜 對不對 熬夜就吃 可是這我就有問題 我兒子真的是八點半 九點就睡覺 早上大概六點就起床 老師好標準 早睡早起耶 起來種田是不是 六點準時起床 然後就開始吃啊 早餐 他是我們家最正常 唯一要吃早餐的人 然後吃中餐 下午甜點跟晚餐 他真的是總裁耶 只能說他如果睡不夠的話 會更糟 真的 他睡超飽的 可是就是瘦不下來 對 這第一個 讓大家請參考 第二個就是拿食物當獎品 剛剛講說在阿嬤家 就開始無窮無盡的零食 為什麼呢 你如果做這個 我們就給你一個糖果 如果做這件事情 我就給你一個餅乾 這些小小小小的零食 對 累積起來 累積起來不得了 這個像莉婷剛剛說的 老公就是用養樂多來誘惠她 真的 對不對 他就聽話了嘛 對 對 那第三個是外食 這個也是很特別 他們現在美國都建議 所有的孩子 能夠至少 每一個禮拜至少要 就是在家裡吃飯 這其實是非常非常 基本的要求 那為什麼回到我剛剛 講的這件事情 因為你在外面通常香料 香精加得多 無窮無盡的吃 那在家裡面比較 就是比較會節制一點 而且你用的香料少 所以這個孩子吃的量 就會節制 那第四個是他們 最近一直在強調 就是在講電視 其實孩子看電視 跟肥胖有非常非常大的關係 真的假的 對 小孩子 對 什麼 什麼 你們這孩子 總愛看電視 我兒子現在進入一個清番期 清番期 清番期 就是他很歡 他要吃飯 他沒有辦法好好做 所以如果把iPad拿出來放 一些可能大小節跳的舞什麼的 要有畫面 對 然後律動 他就會乖乖地把那一碗吃完 那我們來看一下電視 為什麼會讓孩子 就是跟肥胖有關 然後第一個就是 因為你坐在電視前面 你就會減少運動的時間 所以我們看一下 他們美國科醫學會的建議 就是一天不要看超過兩個小時的電視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基本的一個要求 而且你想想看 你那兩小時 減少坐在那邊的時間 就多了兩個小時去運動的時間 所以這樣一來一往 是兩倍的熱量的消耗 那第二個呢 就是素食跟垃圾食物的廣告 你想想看 我們在看兒童台的時候 以廣告的時間 薯條就蹦出來了 對 薩薩就飄過來了 對... 這些東西對小孩子 非常有影響力 小孩子所有的廣告 都在小孩子身上最有效 我叫我兒子去買蛋 他像公買健達豬奇蛋 一樣是蛋 真的 所以正在這一種的怎麼辦才好 所以看到臨時或垃圾食物廣告 要當場討論並糾正觀點 所以連廣告時間 家長都不能去做自己的事 要坐在那邊說 你看這個東西其實不是那麼好 要把它再洗腦洗回來 真的 那第三個就是剛剛講的 邊吃邊看電視 對 這個他們雖然說 不要在孩子房間放電視 因為你就孩子在房間有電視電腦 他在那邊狂嗑 你實在看不到他 等到你進去的時候 已經所有的盒子包裝都空了 所以他們會建議你的電視電腦 應該放在公共的區域 第四個就是看電視太晚 還會剝奪睡眠時間 就呼應剛剛講睡眠的時間會減少 然後肥胖的機率就會增加 所以我們看一下他們一樣 就根據研究 如果房間裡面有電視青少年 就比較容易肥胖 所以他們會要跟孩子一起看電視 你就可以掌控他的時間 掌控他關機的時間 所有的事情都能夠 在這樣一個狀況下得到控制 如果真的是肥胖或過重的小孩 是不是有一個年齡的範圍 需要結識嗎 那到底可不可以呢 因為我們希望他瘦嘛 一開始如果是輕度的 不會立刻進入結識的這種訓練 我們大概因為注意小孩子的這個 體重控制跟成人不太一樣 因為他還在長 所以我們第一要務是 不可以把它結識到影響生長發育 所以你今天把整個熱量降低的時候 結果你變成不均衡 其實對孩子來講反而是反效果 所以這個時候要跟營養師配合 我們不是要把整個量減得很少 而是要怎麼樣把它均衡化 然後健康化 那而且第二個就是 全家要一起努力 也不要幻想一步登天 這都是一些小小的原則 那最後一個最重要就是 要維護孩子的自信和尊嚴 這個每天嫌他說 你看吧 同學都笑你啊 然後以後很胖的怎麼穿衣服不好看 這些東西話語久而久之 如果你孩子有那種抵抗的能力 他還說好 那我會立志 有些小孩子就說好 我就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就是 剛才婉萍有講到一件事 如果那些小女生們 真的要特別的小心 因為他們如果對這個 胖的這個是很在意 因為之前有一個女生 她14歲 而且因為她很高 她170公分 然後80公斤 所以看起來就是很懷女嘛 金剛芭比 那金剛芭比通常在這種青春期的時候 真的特別就會在意自己的身材 所以她每次看人家說 你這個胖子幹嘛 所以她就決心減肥 減肥的方法他們都會學大人 因為大人減肥最簡單 就說那就不要吃澱粉啊 其他都不要吃啊 青菜要過水嘛 就不要油 就學人家 果然她很順利 她三個月瘦26公斤 那很漂亮啊 對 就瘦起來 但是你想她三個月瘦26公斤 真的太快 而且我跟你講 她到後來就是變成說呢 她就整個人就是很累 就是說這樣包括什麼 月經不來啊 還有一些什麼 開始就是 她沒有辦法集中精神 你知道嗎 她上課也都不專心 老師說你這小朋友 現在到底發生什麼事 你就寫 就跟媽媽講 後來才知道就是 她這樣子急劇的減肥 其實造成身體很大影響之外 其實她說 其實你也會影響你 所有學習的能力 因為太低的熱量 所以真的不要再嫌她了 沒有 找對方法 寶貝 你好漂亮喔 你只要用你的寶貝運動就好了 運動起來就好了 其實大部分會胖的小孩 有一部分是都不挑食 這種最好解決了 有一種是會挑食 就是不吃青菜的是最麻煩了 對 所以我們要 如果說基本上 我們要讓她先吃青菜 再吃蛋白質 最後吃澱粉 可是因為小朋友 不可能間隔得這麼的完整 而且她有時候不愛吃青菜 所以我們就要做一些方法 譬如說這個色澤的部分 譬如說今天你不要一個 就是烤雞或一個雞腿 就這樣一塊 譬如說我們雞可以切成雞塊 譬如說你跟紅蘿蔔一起滷 相對你的蔬菜量就會增加 然後你可以選一些她愛吃的東西 一起滷蔬菜也可以 那再來譬如說我今天炒青菜 我不要就是只有炒空心菜 她可能就不愛 你可以炒一些比較多顏色的 亮麗的 譬如說彩椒啊 什麼東西一起炒 讓它看起來色澤漂亮 其實小朋友的心理學它是很特別的喔 他們對於亮的東西是很喜歡的 多彩是喜歡的 然後他們對於黑色的東西 所以很多小朋友 他不喜歡黑木耳 黑香菇 這正常的 隨時年齡 對 這種暗暗的東西 他們沒有很愛 然後再來就是口味 其實口味的話 我會建議肉類淡一點 然後反而是蔬菜的東西重一點 那因為它重了 它就比較沒有那麼排斥了 那如果在小朋友裡頭 譬如說我比較不會那麼嚴格 像番茄醬啊 或者是譬如說像豆瓣這樣 這些東西我會用一點 為什麼要讓它好吃 它願意留在家裡吃飯 你知道嗎 對 可是我會在蔬菜的比例 會讓它加重 那再來就是餐前的時候 會讓它吃水果 可是吃水果的部分 請記得大家喔 不要讓小朋友就是 你弄好水果送到它的前面 然後它就吃水果 不是 你要跟他說 來 我們一起來削蘋果 削蘋果可以了啦 小學的年紀都會削 削得好與不好而已 削一削你幫它切 然後自己拿過去 自己坐下來吃 意思就是讓它動手做 而且譬如說像我們 我們在做一個打蛋好了 煎蛋好了 你可以叫小朋友過來 幫你打個蛋花嘛對不對 那個可以的 就是讓它在 因為它要等待吃 所以你不要先塞東西給它吃 你是應該要叫它過來 跟著你一起準備 你等一下要吃的東西 分散注意力 是分散注意力 對 那它會不會因為自己做的 很多時候自己做的 好棒喔 然後吃的就這樣 真的 未來這些小朋友 其實越會吃的小朋友 他越來就是廚師 他們真的都很厲害 可是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好 而是因為要在孩子的這個過程 不是只有重 胖的問題 而是讓他練習 比如說他願意多吃不同類的食物 要均衡性的食物 多吃好的東西 那只是量去控制 可是在這個時候的量 不是那個重點 是那個運動才是重點 可是運動要提醒 比如說大概就是像 我們像這樣的體重的時候 不是立刻你想像之中 就叫他立刻去走很多操場 跑很多路 那個真的對小朋友來講也是負擔 因為他們肌力不夠 所以是一點一點一點的來 否則你太快了 其實小朋友是會受傷的 那個運動反而達不到你要的效果 我們大人也辦不到一次就做到 不行喔 最後這個一定要聽喔 不然前面你光聽了 最後這個總結喔 沒聽了 可能還是會失敗的 那環師怎麼樣 不養出胖小孩 我剛剛想要補充一下這個 營養師講運動的部分 所以如果我們要避免 他心理上的傷害 但是我們希望他去動 其實你可以用一些偷偷摸摸的方式 不要就直接說 來 我們今天開始做計畫 跑十分鐘 二十分鐘 他反而有壓力 而且他知道說 你現在要撿他的重 先從跑腿開始 先從做家事開始 先從幫...對 幫你對 叫他說 來...去幫忙 買雞蛋啊 對啊 對啊 他不是問人家 既然要他多動 先從日常生活中的事情先動 等到他開始有這樣的一個習慣之後 你再開始進入運動 你會更是半公分 有道理 所以其實我們做這一集 大家在聽話 我們針對小孩子 他的這個肥胖程度 來做一個探討 其實小孩子 他的一個飲食狀況 生活習慣 是父母的一個禁止 所以如果小孩子 你覺得他不太對了 我們先想想 那我們的生活作息是對的嗎 小孩子才能跟著我們來做改變啊 祝福大家能夠成功 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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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